《爱心与原刑》 《爱心与原刑》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爱心与原刑》是我们的《诗经》的主日 我们就来谈这个课题 也就是《一幅所书》里面所教导我们的 我们继续来看《一幅所书》 今天基本上是谈三样东西 一个是爱心 第二就是我们的行为 第三就是我们的言语 我们为什么要谈这段经文 特别谈这件事情呢 其实整段《一幅所书》里面下来的这段经文 其实是特别明显在《信与原刑》里面 提醒我们要跟世界上人有分别出来 这里教导的最到位 让我就想到一本书 那么John Stone所写的 叫做《世界在期待做的门徒》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更是门徒 因为我们人人做主门徒 所以我们是上帝在世上的代表 所以既然是代表 那么这些不认识上帝的人 希望看到我们 能看到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神 所以世界对我们是有期待的 但是可能他们现在没有期待了 因为看我们的样子根本没有什么好期待 所以为什么我们做好门徒 因为神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成为圣徒 圣徒呢 圣那个字就是分别出来的 让别人看到我们 能够看到神 我们代表神 所以这因此呢 我们的生活行为呢 必须要能够代表上帝 那么所以就是这段经文里面呢 跟着下去呢 那么给一个这个强调 实际上 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委托 因为呢 上帝呢 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那么祭司呢 就是站在神与人之间的那个代表 那么这个君尊的祭司 前面有两个字呢 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我们的身份呢 神给我们的这个代表的身份 是非常尊贵的一个身份 所以就准备我们让我们加强了 我们对这一点的这个认识 那么我们今天呢 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呢 我们怎样的能够成为 这个世人所期待 上帝所委托 于我们的这个身份 那么首先的第一呢 就是效法上帝基督的这个爱 那么这里呢 我用了三幅图画 把这段经文里面 所要表达的三个思维呢 把它带出来 那么第一个呢 当然先告诉我们 我们要效法神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效法耶稣 基督和祂的爱 那么第三呢 就是我们成为新乡的祭 献在神的面前 所以这三幅图画 有三个不同的意义 代表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从第三个先讲起 这边讲到呢 那么说 为我们舍了自己 当作新乡的公务和祭 献到神的面前来 每一个主日来的时候 我们不是来唱一首 唱一些诗歌 做一个祷告 或许呢 就是一个听道 其实每一个礼拜来呢 就好像以色列那样 我们到神的家 我们中要献祭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带着自己 带着自己的心 每一个礼拜呢 在神面前做那个献祭 那么献祭 是一个 一种的表达的方式 但是前面两个字 是很重要的 然后新乡的祭 新乡的祭就是 美丽的 可怨纳的 让人舒服的 那个祭 换句话说呢 我们可以带着 我们这个人 可以带着我们的肌肉来呢 不过呢 献上的是臭祭 是臭的 那不是我们应该有的 那么 怎么分别香与臭呢 那就是我们美好的见证 我们不能在教会呢 表现得很圣洁 实际上呢 在外面的生活呢 是很误会的 那这样的话呢 你的献祭呢 其实呢 神是不悦纳的 所以新乡呢 Lavenda 我用这个图片来代表呢 这个熏与草 那么你可以用别的草 来代表那种新乡 所以换句话说呢 说代表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呢 来看我们生命里面呢 一句常常我们常常讲的话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一生中间活到老 我们是不是能够流方百事呢 还是呢 我们愚臭万年 这个就根据我们的生命来显出 我们是不是能够造就别人 还是呢 我们呢 其实让别人讨厌我们 只有烂人喜欢的人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能够有力的 把人带到上帝面前去 如果别人都一直讨厌你的话呢 那么怎么样能够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呢 所以各位 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我们有个使命的 我们不是这样过日子 就接触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使命是做主门徒 那么胸怀普世 所以我们知道这段经过里面 首先提到这个新乡的这个献祭呢 就代表呢 我们的身份里面 所要扮演的角色 那么我就回到第一点 然后讲到效法善地 效法善地 为什么保罗呢 突然间提醒我们要效法善地呢 谈到要有生命里面 有见证的时候呢 我们效法善地呢 那么我们知道 因为呢 当我们说到 我们有一个新乡的生活 我们有一个见证的生活的时候呢 往往我们也做得不好 是因为呢 我们用自己做标准 我认为我已经自己一个好人了 所以呢 我应该够了 人生里面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呢 是效法自己 那个效法没有标准 所以效法有标准的话呢 是以神做标准 所以下面一句话呢 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上帝属性的决定了人道德行为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读圣经 我们要认识什么叫神的圣洁 什么叫神的公义 什么叫神的慈爱 什么叫神的怜悯 我们应该应当与神的怜悯 神的公义 神的圣洁 神的慈爱 作为我们的标准 来决定我们的道德 今天世界上 为什么一直很大的 这个争乱 这个混乱呢 很多的矛盾呢 因为呢 世界上的人呢 都是用自己做标准 所以你看现在 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打的战 我们知道后面这个思维的战争 有时候我们发现呢 大家都说自己是对的 那个标准在哪里 我感觉连强盗都有标准的 你知道吗 不过那是我的标准 不是你的标准 所以按照你标准 我是强盗 按照我标准 我是好人 就好像一个强盗人 抢了一个人之后呢 连把他衣服都剥关了 抢完他的衣服 那这个人呢 刺着身体 这个人就骂他 你这个人真没有良心 你抢我的东西就好了 为什么连我衣服都抢掉呢 他说谁说我没有良心 我没有杀掉你 就是没有良心 所以标准在哪里 所以你看呢 连强盗都有标准 所以我们这里提醒我们呢 我们基督徒的标准在哪里 不要像世界上的人 自己成为自己的标准 或许呢 我们一般人认为的标准 还是不过标准 所以圣经这里 把他提醒我们 效法神 好好去认识 你一认识神 是怎么一位神 你朝着这条路走的话呢 你就会成为一个 与众不同 那么能够影响人的人 要不然的话呢 我们没有影响的本钱 所以呢 这里呢 上帝的属性 决定了人的道德行为 所以这个几个礼拜前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了 那些后来这些国家 稍微能够以基督教作为 根底的发展的路线呢 北欧的这些的 以前满足呢 我们看见他们的价值观 就开始改变了 他们就能够影响这个世界 好 这是呢 第一个我们了解的 就是上帝呢 要我们效法他 但是呢 我们有时候呢 想要效法上帝 那肯定是我们的一个心知 但是神 父神依然呢 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 所以圣经接受下来呢 保罗说 我们就效法基督嘛 因为基督呢 活在这个世界上 把他一生所活的 见证呢 以及他的教导呢 都全部写在福音书里面 所以当我们看这一切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神是这样子的 耶稣特别明显地 把神展现出来 所以主耶稣也说 从来没有人见过父 唯有这大父父的独生子 将他显明出来 所以 效法神是我们的总目标 那怎么样能够参考到呢 基督来到第二点 然后就是呢 我们效法这个基督 那么 那么基督里面呢 最宝贵的一样东西呢 就是爱 爱是其中一个呢 这段经文里面呢 给我们看见的 那么这又回到 神的爱的做标准了 因为我们知道 从基督的爱 看到神的爱 那么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呢 以后就在第五章的 下半段的时候 就讲到家庭里面的爱 那么特别提到 夫妻的爱 那么你发现 上帝的保罗 在那里提醒说 妻子的 下次呢 我们有讲演讲 当时我讲一讲 丈夫 圣经的确有一个标准 给丈夫的 他说你们要 爱你们妻子 如同 那么基督爱教会 那就是一个标准了 我们看神的标准 基督的怎么爱 爱教会啊 那你就照着 基督怎么爱教会 来爱你们的妻子 那么这是呢 这个道德水准 是根据神的水准 神的水准 在耶稣基督那里呢 把它展现出来 但是呢 我们这一点的理解上面呢 很可能我们又回到 我们自己做标准 圣经是看了 是啊 我们做丈夫的 要爱我们的妻子 所以我们知道 圣经是这样教导 但是后来还是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呢 因为我很快呢 把这句话呢 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解释 我们的解释是什么呢 是啊 我要爱我的妻子啊 不过她不听话 等她听话以后才爱她 你改变了标准 你说没有错 你是要爱你的妻子 不过你多加了一个条件在后面 除非她先尊重我 她顺服我 然后我才爱她 那这不是圣经的标准 我们知道呢 神的爱教会是没有条件的 换句话说呢 她尊重不尊重你呢 那是她跟神之间的关系 你作为丈夫的话呢 你的责任就是要爱你的妻子 她既不可爱的话呢 你还是要爱她 好 这就是圣经的标准 所以为什么今天 大家看有幅手术记的经文呢 夫妻还是没有办法同心呢 因为都是从自己作为出发点 如果我们从神那里 作为出发点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两边就比较容易成功 对吗 因为大家从自己的地方 从神那里的领受 能够学习顺服 学习爱的话呢 不以对方做条件的时候呢 我们的关系就连在一起了 所以神为中心的标准呢 是道德成功 有标准 以及成功弱势的基础 所以这段经文基督徒呢 其实要成功的 还要按照神的标准来做的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知道呢 我们以基督的爱 作为这个标准 是很重要的一个突破 我们生命跟别人 戒然不同的地方 这里呢 我要跟大家 特别 昨天晚上我才加上这一块的 就是 我那个时代的偶像 那个明星的偶像 就是网语 如果你们不知道这个人 就是你 你不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 我那个时代呢 这个是武打明星里面 很出名的一个 一个明星 然后呢 如果在我同个年龄的 那个时代的人呢 他最出名的一道电影 就是《独臂刀》 如果大家还记得 好 这个人呢 他信了主 他信了主 那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上帝呢 真的很怜悯 是2019年时候呢 他受洗 然后 这里特别提到 他的这个女儿 这篇篇里面 那个女生呢 就是他的女儿 他女儿呢 是他第二的女儿 那边写呢 因为父亲生病的时候呢 很无奈地 负起责任 砍起那个责任 要去照顾他的父亲 而充满着 这个苦毒 跟这个不满 为什么把这个责任 交在他的身上 但是后来呢 他这个女儿 信了耶稣 信了耶稣以后 改变了他整个态度 发现呢 他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思考 来照顾他的父亲 所以这种爱呢 从哪里来呢 就是基督里面来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父亲后来也信主了 以后呢 他们彼此的关系呢 也在教会里面修复 所以那张相片呢 就是他们两个人 修复的相片 我觉得这个基督以前 我没有把这个人 跟基督教连接在一起的 直到昨天晚上 我看到这幅图画 今天早上 还稍稍地贴上去的 一个见证 因为呢 他是在这个月头 安息主怀 那么28号那一天 安息礼拜 所以呢 在台湾 真理谈 所以我很惊讶 这个人信耶稣 然后呢 原来呢 从那里开始 他女儿那边 从埋怨到祝福 那么这一切力量 从那里来 让我看见呢 基督教是行得通的 信仰确实改变了一个人 而且影响了 这个看起来 不会信耶稣的人 能够信耶稣 各位 我们做门徒 就是一生中间 终究呢 就是能够去改变人 自己改变 我们也改变别人 把别人从绝望中间 带进盼望 从黑暗中带向光明 那这就是我们 人能做主门徒的这个责任 好 下来呢 就是 我们知道 讲到基督的爱 这里特别提到呢 那么 我们要 凭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 今天是圣餐主日 所以我特别呢 喜欢这幅图画 大家记得 等一下我们走圣餐 因为呢 想起基督怎么爱我们 祂是我们最好的 效法的版样 我们能够为祂牺牲 祂这么爱我们 我们成就一生 我们再负显 对待价 再吃一点的亏 再吃一点的苦 算的什么 那我们就有动力 能够走下去 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要赚取 神同情我们 不是的 那是神这么爱我们 我们感恩 图报都来不及了 这样子的话 我们从来不觉得 在神面前 牺牲呢 是一种的牺牲 我们总是觉得不够 因为神给我们的 比我们给予祂的 更多 这是一种的回报 除非我们能够了解 这个真理 要不然我们的服事 是不会快乐的 我们能够在神面前 摆散 牺牲 无所谓 只要别人能够认上帝的话 这种思维 是不可能产生的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对耶稣基督 有深厚的一种体会 那提到这里的时候 我要跟大家分享 对美女分坛 有多少一定的 贡献的一个人物 那他呢 也在父母节的前一天 安息走牌了 上个月我讲很多人 最近安息走牌 我发现连续信下来 很多基督都有安息走牌 我觉得他们的 一个一个的留下了 他们的故事给我们 让我们呢 从他们的身上来看见 那些真心爱上帝 到最终的时候 他们的影响 留下来的价值是什么 而医生如果平淡 也是这样接受的话 又留下什么 所以这给我们 一个很大的反思 就是上次我所说的 出席三里 比去参加宴席 是更好的 因为它让我们 有人生的智慧 把优先的事情 看成最优先来处理 那我们人生 才能够算是有一个 完美的结局 那么换在一个句号 我们真的是活在 神的计划里面的 那么那个东西 是留到永恒的 要不然的话呢 我们什么东西 是能够留下永恒的 这个人呢 是谁呢 就是刚刚在 复活节前一天 安息久怀 这个人是 陈摩西牧师 那么有些人 六十年代的人 会认识 那么我呢 是七十年代 才信耶稣的 那么他比我 更早到美女婚姻堂 是新加坡神训的 毕业生 那么以后呢 就到了这个 美女婚姻堂 那么大概那个时候呢 是1966年 跟1967年的时候 有一年时间呢 他跟金牧师呢 一起配搭 那么在这里服侍 那么过后呢 那个时候 结了婚以后呢 就跟他的师母多家呢 那么一起呢 到温来去 那么后来就巩固了 温来福音社 成为今天我们 很好的一个伙伴 在温来的这个教会 那么就是 这位陈摩西牧师 那么我要分享一点 他的 怎么样的去感受神爱 用他一生的生命呢 去 扑视神 爱神 那么这张相片呢 是在 Dungeon College上面拍的 那个时候 金牧师呢 常常到那个Dungeon College那边呢 去带领 那个学生团企的工作 所以呢 他就带着他自己的 同工 那个时候呢 就是 陈摩西牧师 跟他的 这个太太 叫陈 这个周多家 这个传道 这个姐妹 师母 那么周多家 师母是还在 那么那天 我有出席 他们的安息礼拜 做了一个非常感人的见证 说到他的丈夫如何爱主到最有分钟 那我发现 他的基本呢 就是基督的爱 深深感动 陈摩西牧师 我来做一点的见证 那么他在文莱工作 做了一段日子之后呢 巩固那里工作之后呢 神就呼召他 然后带领他去加拿大 温哥华 那么在那里呢 他继续的 他自己的服事的工作 那么 特别的一切故事 他其实也亲口跟我讲过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北美 就是有一次 他邀请我到温哥华 然后在他教会里面 带领了拆船聚会 所以呢 我听了他的第一手的故事 告诉我呢 他怎样建立呢 我在那个教会讲到的 叫加南堂 怎样建立的 他到加拿大的时候呢 一度的时间呢 那么非常非常的困难 因为经济呢 有困难 不够支持 不够支持 所以他亲自的告诉我 我还没看过一个传道人 坚持到底做传道 那爱灵魂拯救灵魂 他告诉我 穷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 他全家人 每天早上自己派报纸 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来开始他的加拿谈 这样子 终于呢 这个日子过去了 那我觉得这个太宝贵了 如果是我的话呢 可能我想 我先做一段工日子之后呢 还是呢 我大量的找人 支持我呢 去建立教会 但是他就一边派报纸 一边靠着全家派报纸 养活自己的家 经过就艰难的日子 后来建立了加拿谈 那么这个加拿谈呢 后来呢 感恩 他继续地做呢 他带领了温哥华短宣 运动中心的其中一个 创办人就是他 那么跟着下来呢 那一年他已经告诉我了 他们夫妇呢 又到纽约去呢 开始了一个加拿神学院 那么训练功能 现在呢 也有三四个功能呢 从那个神学院毕业出来了 所以你看他呢 大爱呢 是没有受到环境影响的 那么找借口呢 那么往后退的 他觉得他一生 成就一生呢 就是要报答神 直到呢 八十一岁 就是前 复活节的前一天呢 他就安息主怀了 其实他到了 这个今年年头之前呢 就是说二月 他还在服侍的 所以服侍到八十一岁 他还在服侍 而且呢 就在他最后的这一年 一两年里面呢 还开了一个新的谈会 我发现他从来没有退休过的 所以我发现 有一样东西是没有退休过的 不会退休的 那就是爱神 是从来没有退休的 你可以有任何工作上的退休 但神的爱永远 这是放大的 这就是呢 这位弟兄给我看见的 他觉得 全救灵魂 爱人灵魂呢 是他鞠躬尽瘁 要做的事情 这个叫做爱 深深被耶稣基督的爱 所以他师母呢 在安息礼拜里面 做见证的时候说什么 他说本来退休的时候呢 我们 我跟我的先生说 我们不要再做这么多了 我们好好地报孙就好了 但是他说 他丈夫停不下来 爱主继续到他 只差一点没有死在讲台上面罢了 这就是呢 我们这位曾经来过我们教会 也贡献过我们教会的早期的传道人 那么现在呢 他的人生已经放上一个句号了 他完全了他的功 你要怎么写你的永恒历史呢 好好想一想 不一定要做伟大的牧师传道 那起码呢 我们是一个有生命影响生命的人 这个叫门徒 我们这一趟在人生里面没有白跑 我们不会虚度此生 不是我们在世上 做了多少的世上工作 而是我们为主做了多少 这就是门徒 上帝给我们最重要的使命 工作是为了使命 工作不是为了工作 工作本身不是使命 我们生活不是一个使命 我们的使命是为主做见证 所以我们不要把本末导致 那下来呢 我们就谈这个三样东西 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呢 这里保罗特别提到呢 威胁我们生命里面的三样的行为 这个 这个两样东西 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行为 那么比较专注的提到 淫乱的事情 第二呢 就是我们的言语 他说 最容易分别呢 其中一个呢 我们跟世人有不同的地方 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行为 第二呢 就是我们的言语 然后这两样东西 所以一个圣徒 应该有怎么样的好的行为呢 应该有怎么样好的言语呢 那么他专注提到 一样东西 最威胁我们人类的 一样东西呢 也特别威胁基督徒的 你要了解呢 以夫所 他写这个信是给以夫所 以夫所那个时候呢 在小亚细亚里面呢 是最繁荣的一个城市 就好像现在的基隆坡 现在的北京 现在的台北那样的 那么是一个非常道德堕落的一个城市 所以保罗知道呢 这些人从这样的一个淫乱的 这个社会进来呢 从组成教会以后呢 淫乱东西 依然那个根会流入境 没有被巴黜的 走进这个教堂里面来的 所以保罗呢 特别强调 其中一个最特色 能够明显跟 以夫所其他周围的人 不一样的 让别人羡慕你的信仰 我们通通都知道 为什么你不会被试探呢 所以他们想看教会是怎么样 以后再来教会 所以呢 这也是对我们今天 一样的分享 那我们发现 这三样东西呢 不是以夫所教会的问题 是所有全世界的问题 所以淫乱 这里呢 就提到呢 什么叫做淫乱 法罗说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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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跟 别人不同 信了耶稣之后呢 其中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 淫乱不应该 在我们中间的 里面 有存在 有这个存在的话 我们就很难为主 做见证 淫乱包括了哪一些呢 分外情 分前性行为 还有呢 这两样 如果你没有的话呢 有一样呢 很容易会烂基督徒 也沦陷的就是呢 浏览色情的这个网站 看A片 这个呢 是很多基督徒呢 我们会有可能 陷进在这里面的 那我们要求神 帮助我们 这个成人的影呢 要把它挪走 你不挪走的话呢 那你跟外面有什么分别 所以呢 我们可以分享 我们的生命 我们怎么样胜过 我真的看到 那些人能够胜过 这一点的时候呢 他们生命呢 好像脱胎换骨的 然后改变了 他们的生命 往往就是一个拦阻 在生命里面呢 使他不能够成功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浏览 这个色情的网站呢 有时候也不是有益的 所以无意中呢 我们会不小心看到 然后呢 被吸引进去 这本来就是那些 广告的作用嘛 我觉得今天呢 很糟糕 这个人也是很懂得 用人的群域的角度呢 让人引进去 达到某另外一个目的 那实际上呢 什么东西 别能够挑起那个群域呢 我们生活呢 是很容易挑起 人的一种兴趣 来影射 做另外一个广告的 你没有注意到呢 卖车的时候呢 很喜欢都是一个女孩子 在那边 有吗 很少是男孩子啊 还是狗啊 在那边呢 对不对 因为男孩子 没有什么吸引 那你说女孩子 跟车有什么关系 你发现其实就是 想到那一方面 你可能说是美 但是通常那些 那女孩子衣服 也穿得比较少一点 本来就是卖车 怎么卖到女孩子去呢 因为先要从一个 能够勾起你的 一种的里面的 那心里面有海烂的东西呢 才能够卖到那辆车的 所以我们已经被一种 共同的价值里面 影响我们 怎么样的想东西了 所以最终于充测 在每一个脚落里面 我们基督徒不小心 我们也陷进这种软落里面 当然我知道很困难 很困难 但是我教大家 一个很重要的处理方法 是没有改变过的 已经有人教导我们 怎么做了 应该是马丁路德 忘记了哪一个伟人 告诉我们 他说你不能够拦阻 鸟儿从你头上飞过 但是你可以拦阻 鸟在你头上草窝 就是建那个窝 如果你头上有窝的话 你这个人有问题 你明白吗 所以鸟啊 什么时候从你天上 天空飞过去 从你头上飞过的话 很难 要不然你整天走路 要这样的 对不对 你是不能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 有感觉的 就是鸟已经在你头上坐卧了 你还烂它坐的话 那就是你的错 对吗 所以有一些淫乱的念头 图片也好 手机里面看到东西也好 都有的 我知道 我是跟你们一样 都是人 我一样有感觉的 你明白吗 它会一念 有阴念 这个出现在我们脑袋里面的时候 淫乱的是从念头开始的 耶稣说到淫乱的时候 是从念头就放点精盈的开始的 所以我们是这样来处理的 特别注意 我就因为这个缘故 在上网去查一查 在疫情 2020年到2020年 是吧 对 爆发的时候 很惊讶的 就是 大家关注在lockdown的时候 没有什么事情做 突然间 从6%的人看 那个网 就是黄色的网页里面 突然飙升到14% 而且 马来西亚排 全亚洲第一 马来西亚排 全亚洲第一 换说疫情 其中一个带来的什么 让人无聊 在家里面更要去看这个东西 然后 但跟这个没有关系的 我很意外又发现了 曾经一年 在马来西亚的统计里面 他说 马来西亚排很前 看这个 黄色的 这个 这个网页 是排得蛮前的 常常会拿 其他都不不累 这个很不累的 我们都是排到 第二第三 那么前面的 那个 亚洲排第一 那一次讲 那 很意外的 那一年里面 这个 美里呢 在全国里面 看黄色的这个网页 是排第四 哇 美里也不错 但是下面有一句话 我觉得很亏欠 他说 这么保守的城市 竟然排第四 意思说 美里 给人的形象 我们比较单纯 糟糕 我们排名第四 然后第一在哪里呢 很意外的 丁加努 第二 季兰丹 最保守的两个州 所以我今天有新的见解 而且全世界 看黄色网页最高的是 哪两个国家呢 埃及 跟伊拉克 很保守的国家 所以我现在发现 人乖乖的 你要小心 你不要以为说 没有事的 你看那个人没有事的 可能那个人最有问题 这是我很意外的发现 最保守的地方 可能就是 很懂得躲在 保守的后面犯罪的 这很恐怖 让我感受到 所以不要太高估自己 这是我自己看见的 所以我们了解呢 那么也许这些呢 我们都想的是 男生的事情 男生事情 各位 我很意外的发现 浏览环色的 这个网页里面呢 马来西亚的女生 是排第七 女生 我们排名 马来西亚是排名 第七 浏览 最高的 所以不要以为 这是男生的问题 那么下来呢 当然这里提到误会 误会呢 就是那些可恶的行为 那么贪婪呢 我们以为是做 那些贪财的 不是 这里这三个字 连在一起 跟坚盈的罪 全部连在一起的 这个贪婪这个字呢 就是呢 想要更多的意思 性呢 就是这样子的 你不会满足在那边的 所以昏君就是这样出现的 大家明白吗 后宫那么多女孩子了 为什么老子还要女孩子 就是还要更多 所以你记得 你一进去之后 你是不能退出来的 因为呢 它会成为一个 一种的 action 就成为一种的 不归之路 一直往下走的 所以你一开始就要斩断 这很重要 你现在还在的话 你立刻要斩断 今天早上 是一个突破的时间 好 下来当然呢 也跟那个 言语了 然后行为 下来就是言语了 所以淫词 妄语呢 嬉笑呢 这些呢 我们都不应该了 因为这个很明显的 看见我们跟世界上 有没有什么改变的 基督徒原语 是最能够出卖你自己的 所以我们从此呢 要离开 我觉得上个拜一 我去看 这个复诊的时候呢 我在路上就听到 一个男生那边骂 我就想起 哎呀 那就是以前 还没有信主 以前用的字眼 那是我们常常用的字眼 是很安占的 污秽的这个原语 很奇怪的 你发现我们 华人里面 我不知道 我觉得英文里面 也是这样 都是用女人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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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的观 气观 三个字的 来骂人 还是呢 我们用男人的 性气观的 的原词 来骂人 有吗 你们有听到吗 你们很乖啊 都没有听到 你就发现 这些话呢 会常常出现在我们 不信主的世界里面 这些话 是不是还在我们的 口中里面出现的 这是不对啊 你明白吗 这是保罗所讲的 你跟世界上人是有分别的 这些是下流的话 你是不应该讲的 那么这里的万语呢 就是一种呢 万语万的话 没有意义的 毫无见识的话 不造就人的话 是流言蜚语 然后细笑呢 就是下流的笑话 千万不要讲 就这里所说的 你言语呢 就已经看出 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了 你是不是主的门徒 他们如果老是看到 这么多人里面 就是这个孩子呢 就是你这个人呢 话跟他们不同 你一定有一些的内涵 我想呢 我想渴望的 在你身上我能不能找得到 当我真的希望 有找到盼望的时候 我知道找谁 因为这个人 对自己的原因呢 非常谨慎 怎么能使用 最后 我要跟他分享的就是呢 最后的两节圣经 最后的两节圣经呢 说什么呢 那这两节圣经呢 讲到前面一大罗的话之后呢 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他说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 你以基督的国 跟这个上帝的国呢 是没有分的 换句说呢 如果你一直有这种 习惯性的东西存在的话呢 对不起 你还没有重生得救 警告了 保罗认真谈这件事情了 不要开玩笑 那当然你说 偶尔我被引诱 可以 我们赶快悔改 但是呢 如果你很习惯呢 而且很喜欢 没有感觉的话呢 恐怕你都没有得救 保罗讲 你跟神的国是没有分的 然后下来 再严格的说 神的愤怒呢 会临到你身上 因为这是不得救的人 那就是什么 流黄火湖 你的罪 是你自己要承担的 这个是呢 你的责任 这是你呢 会有存在的 那么 那么审判是真的吗 我告诉大家 不要讲将来 现在我们都有一种感觉呢 世界都差不多要完蛋了 那么 我下面换一个 原子弹 核子弹的爆炸 我告诉大家 它是什么样子的 我告诉你 将来的流黄火 比这是更可怕的 这个是氢弹 Hydrogen bomb 你知道 广岛 长崎岛 日本投降了 这里的炸弹爆炸的时候呢 是三千倍 三千倍的那么多 它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知道 毫无疑问 这绝对是地表杀生力 最大的 毁灭性武器 清淡又撑热核弹 引爆瞬间空中炸出 炙热火球 方圆百里 都将沦为炼狱 清淡最早诞生于 美苏疯狂合进赛的 冷战时期 主要利用原子弹 来引发核融合反应 威力 空前绝后 一九五二年 美国率先完成 全球首次清淡世报 三 二 五 二 威力相当于 广岛圆报的五百倍 世报代号为 麦克的清淡 将整个太平洋环礁 移为平地 史无前例的巨大火光 伴随着炙热高温 震惊了远在数十公里外的 围观群众 这大火光是三十公里外的 但它似乎是我们的 几个月后 苏联也一头赶上宣布 轻弹 试验成功 更在1961年 成功以空投方式 施报游戏以来 破坏力最强大的核武器 杀红炸弹 这是俄罗斯的 在史上最火力的 人造的爆发爆发生 成为了草莓的楼 并且是64公里 大约7倍的 大约7倍的 五千万顿TNT的爆炸威力 是广岛原子弹的三千倍 这数字连俄国科学家 免心单 数百公里外的建筑物 瞬间被摧毁 分析甚至突破 杀红炸弹在滑图600公尺 高通爆炸 方圆5公里内 所有东西 都将被巨大火丘烧成灰烬 20公里内的 所有人都将面临三度烧伤 至少造成350万人死亡 更可怕的是 就算核弹不落地 只要在首尔上控100公里爆炸 也能发动电磁卖场攻击 破坏整个朝鲜半岛电子仪器 探换瓦斯 自来水 核电厂 甚至航空母舰及一切通信设备 专家分析若核弹在美国上控400公里 引爆全美都将陷入宛如灾难电影的 空前混乱 这是被破坏或破坏 磕水电厂 电脑、电脑、电脑、交流 基本上被人家回到1800年代 可以让美国人死亡 所以人类的末日近在咫尺 什么意思 最近乌克兰跟俄罗斯打战的时候 俄罗斯一直讲 你们再下去 我要用核子弹鸟 你知道刚才那一粒 最大粒的就是俄罗斯的 是广岛的三千倍 你说会弄到马来西亚呢 一定会弄到马来西亚的 各位 我们近末日 很近很近鸟 直此 所以审判是存在的 你记得 所以我们要赶紧悔改 所以最后呢 那么我们来看看 今天我们学习 效法神和回应基督的爱 然后呢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行为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原意 其实这句话呢 保罗呢 都已经教导提摩泰了 他告诉我们 不要小看了 年轻 总要在原意行为 爱心信心清洁上 都做信徒的榜样 这不是对年轻人说的 榜样跟年纪没有关系的 很老 是可以很幼稚的 所以呢 我们管他是在哪一个年龄阶段呢 原意行为 爱心信心清洁上呢 其实都是包在刚才所讲的里面的 要做榜样 因为世界在找榜样 门徒就是榜样 我们自己想改变 我们去改变别人 所以我们来最后呢 一起祷告 求神呢 改变我 赐我能力 使用我 这就是我们教会的目标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祷告 慈悲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知道我们要效法你 我们要效法基督 但是我们缺少能力 但康恩 在耶稣基督的饶恕 天父的慈爱中 我们只要肯愿意 我们就能够站立起来 主要弟兄姐妹们中间 我们已经从黑暗中 从堕落中被拯救出来了 主要你知道 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依然有试探 如果我们还在 这个软弱里面 主啊 今天早上 你听我们弟兄姐妹 内心的祷告 在圣仓认罪的时候 他们把今天所听得到 那一天你圣灵 特别感动他们的 你让他们 获得自由 被赦免 你可以让我们 摆脱这一切的困难 让我们的一生 变成主 你的更好的代表 让别人看到 我们的好行为 生命改变 把荣耀归给你 听我们 弟兄姐妹 我们内心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名求的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